5月1日 荣祖儿出席在香港举行的 化妆品宣传活动 今日她身穿白色长距线身 未显白皙 刚从英国开办演唱会的荣祖儿 表示未能亲身光赏 未来王子的婚礼 不过却感受到 皇室婚礼的热调气氛 此外她还称近来精神疲惫 总是忘记东西 因手机丢失 而发生各种新闻的 艺人不在少数 荣祖儿也表示 只要不丢手机 其他都无所谓 这段话实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从来 我每分每秒 我都会非常 就是紧张自己的电话放哪里 其实我觉得 最重要不要不见电话 其他东西也真的无所谓 谈及蔡依杰事先醉酒驾驶 荣祖儿表示 并不清楚事情的严重性 事后会问候对方 希望对方无事 但最重要的是安全 如果喝酒就不要开车 我不知道她 那个事情有 就是严不严重 就是严不严重 我等会我会 就是打一个电话 给她问候一下 那我相信 应该 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我觉得最重要是喝酒之后 就自己知道要喝酒 就不要开车 其实这个已经OK 喜欢喝酒 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兴趣 但是最重要是安全 不一定会一直在一起 这次是给的 我们的�所 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